電影 兩名媽媽桑吵得不可開交 大罵對方醜 高笑片段升值人心 但現實世界裡 可沒辦法這樣打哈哈帶過 吵架的藝術到底該怎麼拿捏呢 台北市文山區這間商場裡面 兩名店員前年大吵了一架 女方指控男方罵他一句醜女 雙方告上法院 沒想到最後結果竟然判決無罪 當然被侮辱啦 而且還有被歧視的感覺 原來鄭小姐和李先生平時相處 就不太融洽 這次雙方發生碰撞 接著爆發口角 鄭小姐不忍了決定提告 一審法官認為李先生觸犯公然侮辱罪 判罰金四千元 他不服上訴 更強調自己只有罵雖民 沒有說出仇女兩個字 法官最後認定李先生並不是美學權威 而且美醜見仁見智 並沒有減損女方生育 因此判決無罪定業 罵法官醜女的話 法官也會覺得沒有關係 無罪罵 被罵的當然是會很不舒服啊 結果出爐不只鄭小姐 大多數民眾也無法接受 對此法界則是看法兩極 本案的狀況上已經侵害到人性尊嚴 所以不應該主張言論自由來免責 律師表示夠不夠成公然侮辱 除了場所還得研判主觀上 有沒有輕蔑特定人的犯意 這次判決逆轉無罪確定 以後脫口而出罵人醜 到底有沒有罪 恐怕還有很多討論空間 華視新聞聊天林志淳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